当世事秉镇的时候 犹太帝有一个人 犹太帝的人 伯利恒的人 伯利恒 Bethlehem 古仓 我记得不错的话 司马迁有这句话 太仓之谜 沉沉相应 这个地方是古仓 是大量产粮食的地方 伯利恒是 house of bread 出吃的东西 但现在碰到饥荒了 也可能应验了经上的话 在他们还没有进到流难隐秘之地的时候 神就对摩西讲 在立位集26章 生命集28章都讲 如果你们听从我的话 以下的祝福 会追着你跑 各位祝福是追着你 我们常常追那个福气 追追不到 像男孩子追女孩子一样 先倒过来了 那个福气来追你了 追着你 你出也蒙福 入也蒙福 会富裕 但是如果你不听神的话 以下的灾祸会追着你 包括你头上的天会变为铜 脚下的地会变为铁 天不降雨 避不出无骨 可能路德记的第一句话 就是反映四世纪 因为人不听神的话 有了饥荒 有一个人 这个人叫米利米勒 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 往摩押地去寄居 哪个地方能够生活 我们中国人就往哪里去 南洋比较好生活 我到南洋当租宅 我也去 美国有个地方 发现了金矿 叫金山 我就去那里 金山还有新金山和旧金山 我们去那里 这是中国人的可悲 也是全世界的 人活不下去 人就要到别的地方去 人没有地方可以活 人就在世上到处流浪 漂流 我们基督徒也在漂流 希伯来说 我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一方面我们好像被放逐 每个地方的人都不要我们 我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我们不是 我们跟别人一样 我们在世上生活 讨生活 但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 我们是往天家走 我们在地上也有见证 这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 往摩押地去寄居 摩押地 以色列人不可以去那里 摩押人 时代也不能进以色列的圣殿 因为他们是乱的人生下来的 他们DNA不好 因为他们是邪恶的民族 在旷野的时候攻击过以色列人 但现在没有饭吃了 只好到摩押地去了 很多人说以利米勒不应该去 我倒不觉得不应该去 有灾难就逃 耶稣也逃到埃及去 有地方有东西吃我们就去 这个不是什么罪恶 以利亚也到过西顿 被一个撒勒法的妇人一行 世界上 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的家 世界上每个地方都是我们的家 有主的话 我们在那里祷告 如果有人一起来祷告 那就是神的家 那就是我们的家 那就是上帝所在的地方 但是 虽然他跑去 虽然他逃到摩押地 我想不是罪恶 但是到摩押地他很辛苦 他的妻名叫拿尔米 拿尔米是甜的意思 他两个儿子 一个叫马伦 一个叫基连 都是犹大伯利恒的 以法他人 他们到了摩押地 就住在那里 后来拿尔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 为什么死了 营养不良吗 找不到工作饿死吗 我们还是不知道 有人也再一次说 他死了 他两个儿子也死了 所以神不要他去 他不应该去 我还是觉得不好 这样讲 不要以成败论英雄 耶稣33岁就死了 他不讨神的喜悦吗 那么 他们在那里很辛苦 可能是真的 有没有违反上帝的命令 我是觉得饥荒的时候 逃亡并不是错误 亚伯拉罕也去埃及过 但是他们命苦 他们遭遇是很艰难 是真的 在一连串的艰难 不久老公死了 然后 幸好还有两个儿子 有点有点有点好处 这两个儿子娶了 摩亚女子为妻 一个名叫尔巴 一个名叫路德 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 看起来他的描述 应该是以利米勒 去的不久就死了 所以很可能 他在以色列的时候 就身体不好 去内死了 整个四世纪 从进到迦南地开始 进到迦南地 约瑟亚死以后这样写 写到路德记的 一章五节 越来越悲哀 人活不下去 各位 那个情形 跟你们过去是刚好相反 哇 越来越富裕 但这里 越来越往下掉 住了十年 马伦和基连两个人也死了 我们就不知道他为什么死了 是不是也是受气 受难 受苦 活不下去 最后我们都只能揣测 但是我们再一次 如果从四世纪一直写下来 我们看到 最富裕的地方 古仓 没有东西吃了 人逃到别的地方 剩下的是拿尔米 我们看的书叫路德记 从一个角度来讲 其实也是拿尔米记 是这两个女人 两个寄居的 没有丈夫 也没有儿子 他就与两个儿父起身 要从摩押地归回 因为他在摩押地 听见耶和华 眷顾自己的百姓 赐粮食于他们 也就是看起来摩押地 也不算是很富裕 这全世界都是一样 哪里有钱 哪里有人去 哪里钱多 哪里去的人多 以前美国有钱 澳大利亚有钱 加拿大有钱 有机会我们就去那里 事实上 只要有钱的地方 一定都有中国人 包括非洲 各位 我们 你因为哪些地方 有工作机会要去 这不是坏事 哪些地方 因为生活的机能 比较好要去 这不是坏事 不过我们基督徒很自由 我们哪里都可以生活 因为遍地 都是耶和华的 你在哪里有神 你就在那里可以活下去 神无所不在 所以我们在哪里都活得下去 而且可以活得很喜乐 但这里 看起来好像还是很悲哀 来了摩押地十年 什么都没有 但是他听到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 吃粮食于他们 他就和他的两个儿父起行 离开所住的地方 要回犹大地去 好 这时候寄居者的亮光 发出来了 拿阿米是一个苦命的女人 在他们要分 在他们要往家乡去的时候 拿阿米对两个儿父说 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 我给你们自由 你们回家去 不要照顾我这个老太婆了 不要让我耽误到你们的青春大事 女儿啊 女儿啊 你们还年轻 不要让我妨碍你们的青春 妨碍你们的前途 各位 拿阿米 有什么东西给别人 如果在布道会 今天开布道会 我们在布道会常常请人做见证 我们都请谁做见证 我们请某大学的教授 某医院的医生 或者某个电影明星 我们请这个世界上很有成就的人 他来做见证 我信了耶稣以后 成绩突飞猛进 身体健康无比 钱越赚越多 各位 这不是坏事 我信耶稣以后 主给我很多的福气 我们要信耶稣 布道会不会请拿阿米来做见证的 我信了耶稣以后 老公死了 成为教会执事以后 儿子死了 服侍多年 两个儿子都死了 拿阿米没有东西 各位你也不一定有什么东西 但如果你是神的儿女 你有爱 你有上帝的爱 有上帝的爱 就有神迹其事了 哪里有神的爱 哪里就有神的生命 本来人倒霉 不信服 有一个办法叫我们 稍稍好过一点 就是别人的日子也不好过 我儿子没考上大学 听到你儿子也没考上 哦 心里略得安慰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应该不要吧 我儿子没考上很痛苦啊 希望你不要有这种痛苦 可是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我老公死了 得癌症死了 别人不能安慰我 另外一个女人 她老公也得癌症死 就比较难安慰我 奇怪哈 当我们生活不幸福的时候 唯一能叫我们还有点安慰 就是别人也很倒霉 当一个人有主的时候 爱不求自己的益处 哪里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她不苛刻 她不是一个苛刻的人 她不是一个自己很可怜 叫别人也不要快乐的人 她劝他们回娘家 她祝福他们 愿耶和华恩待你们 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 与我一样 她会称赞她的媳妇 求耶和华祝福你们 恩待你们 因为你们恩待我 各位不要有一种心 不要有一种态度 我小的时候也听过这样一句劝告 长辈劝我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害人之心不可有 当然是理所当然 防人之心不可无 我觉得还是要小心点 不要太防 不要一天到 你像我如果把你们都当做贼 恰当吗 防人之心不可无 你们是要偷我什么东西吗 你跟我一起吃饭 是要抢我什么东西吗 是要利用我什么东西吗 各位 这真是我们一个很遗憾的地方 我们经历上帝的爱是少 所以有人对我们好 我们都有点怀疑 我碰到过 在加拿大碰到过一个 一个基督徒 她妈妈到加拿大去 教会对她妈妈非常好 包括她妈妈不懂语言 没有车 教会都会给她很多方便 这个弟兄很难过的就是 教会的姐妹 比如说带她妈妈去买东西 她妈妈一定要做包子回报 带她做了任何事 她都要想尽办法回报 这不是坏事 但她妈妈理由就让我们有点遗憾 她说她儿子跟妈妈讲 妈你为什么要这么辛苦 人家是就 这并不希望 并不是帮你 并不是要你去给她做包子 她说儿啊 天下没有白痴的午餐 这些人对你好 一定有原因的 从清朝开始 甚至可能更早都是这样 包括我们今天做一些见证 某个什么英国的医生 放弃了他的工作 然后到中国来宣教 然后无怨无悔的摆上 各位这些例子越动人 对不信主的人越怀疑 你来我们这里 你原来在欧洲生活的那么舒服 跑到云南这个山奥里面来 这一定有原因的 间谍探子干什么 因为因为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一定有原因的 他们不懂 儿啊 不要领受别人的好处 这些人对你好 一定有原因的 妈妈现在去香港 帮你还了这个人情战 各位防人之心也不要太多 如果我们在教会里慢慢养成一个习惯 我们不是防人之心 我们是乐人之心 我们看到这个人笑脸迎面而来 不会想他要卖什么保险给我 我现在看到你们来 我都很高兴了 因为多半都是带了水果啊 什么东西来 让我们 可能还是需要防吧 但是愿上帝带使我们 可能愚蠢一点 可能 我们笑脸隐隐隐一点 一面而来的 都是上帝的使者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 愿耶和华恩待你们 我记得你们怎么对我好 对已死的人好 而且到今天还对我们好 愿耶和华 愿耶和华使你们在心夫家得平安 如果是一个愿读的老寡妇 我守寡 生活艰难其末 能让我快乐一点的就是 两个媳妇也别结婚 我守寡 你们也守寡 我没丈夫你们也没丈夫 我就略得安慰 她说 愿你们在心夫家得平安 她没有说 哎呀记得 每年每天都要记得我的儿子 没有 你们在心夫家得平安 拿尔米没有什么东西 拿尔米死了丈夫 死了儿子 无家可归 现在终于听到 耶和华眷顾 他的百姓 他要回去了 他跟他的两个媳妇 他用感恩的态度来说 我希望我们是这样的人 我希望我们不但是 是对人有恩 对人有爱 我想这一点 我们当中 可能所有人都做得很好 我们对人有恩有爱 我们不是刻薄寡恩的人 我们对人好 但是不只是对人好 我们希望我们也能够看到 别人对我们好 就是我说 不仅我们没有害人之心 我们也没有那么强烈的防人之心 不但没有那么强烈的防人之心 我们有一种 我们不是不知道人的险恶和邪恶 看看自己就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很美好的 而且我们上帝所使用的器皿 不管是尼布甲尼撒 或者是亚述 或者最明显的就是罗马 罗马政权 有的时候都给了基督徒很多的方便 所以拿尔米是说 愿耶和华恩待你们 像你们恩待死人与我一样 媳妇啊 他没有叫他们媳妇 他叫他们女儿 女儿啊 愿耶和华祝福你们 因为你们实在对我很好 你们对你们的公公 你们的丈夫也非常好 这不是一个苦独的人在说话 虽然拿尔米后来有说 不要叫我拿尔米 要叫我玛拉 玛拉是苦的意思 不要再叫我田姐儿了 要叫我苦瓜脸 但是即使在这么苦里面 他仍然以恩慈待人 以厚恩待人 这话我刚刚讲过 人生是不是最难过的 就是分别 分别能够再见面 那还好 死亡就是分别不能见面 当然我们基督徒相信 可能会见面 如果我们都是基督徒的话 否则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人 不要讲别的 我以前在美国的时候 离机场很近 有时候会去接人送人 总是这样 接人真是快乐 送人真是难过 接人越快乐 送人就越难过 这是人间不幸的地方 你老公死了 你要太难过的话 非常难过 是因为他活着的时候 你们活着很幸福 如果老公死了 你不难过 就是活着时候不幸福 你总要有一个 你要难过哪一个 不过我们有盼望 各位我们有盼望 基督徒有盼望 有真的平安 现在 要分离了 他们就放声而哭 婆婆你对我们越好 我们越舍不得你 但是婆婆会说 我越爱你们 你们就应该越有 自己的生活 这也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太过敏 我自己也很担心这个事 我相信我们当中敏感的人都担心这个事 各位我年纪慢慢大 又有巴克林森 我们最担心的事 就是累着儿女了 累着别人了 所以我前一阵也认识一个 年轻的女孩子 我看三四十岁 她算很晚的时候 检查出来 她的心脏有很严重的问题 那台湾的医生不能处理 她是在 Mail Institute 医的 医的 那是很艰难一个手术 那世界顶尖的心脏 专家来做这个事 只有两个结果 一个是成功 一个就是死在手术台上 就这两个 太危险了 女儿跟妈妈说 爸爸已经过世了 女儿跟妈妈说 妈妈我最不希望的就是 我中风了 变成一个累着你们的人 我宁可死掉 所以我要做这个手术 他们家经济状况很好 没有问题 妈妈也说好 手术是成功 不过我是要表达一件事 我们很怕累着别人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 又有这个需要 那阿米也有这个需要 但是她有爱 有爱的人 爱不求自己的益处 爱求别人得到益处 媳妇啊 你们要花时间力气照顾我 你们就没有机会 跟别的男人约会了 没有机会再有心夫了 你看她都不嫉妒 也不担心 她祝福他们 替他们想 如果 有男孩子喜欢你们 要跟你们约会 一看后面 还有个老脱油瓶 算了 媳妇啊 不要让我累着你们 你们去吧 各位 拿尾米真的没什么东西 一个人跟着另外一个人 不断的跟着她 不断的跟着这个老太太 不断的跟着这个身体疾病很多的人 一个人一直跟着她 对她好 大概只有一个理由吧 各位你们应该够敏感 知道有什么理由 就是那个老太太 有钱 我跟着你遗嘱上 多写一点留给我 可是拿尾米没有钱 你们跟着我 除了疲倦 除了累 除了妨碍你们的婚姻以外 没有好处 女儿啊 离开我吧 不要让我成为你们的累赘 他们还是要跟她 因为拿尾米什么都没有 但是还有一个东西 我们看 第十节 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 回你本国去 拿尾米说我女儿们 回去吧 为何要跟我去呢 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 我的女儿们 回去吧 我年纪老迈 不能再有丈夫 即或说我还有指望 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 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 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 我女儿们啊 不要这样 我为你们的缘故 甚是愁苦 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 这句话讲的也是对的 他并没有说我犯了什么罪 我们也不知道拿尾米有犯什么罪 各位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我们不能以顺利与否来论 这合不合神的旨意 我今天早上刚回了一封信 有人问 如果事情没有成就 是不是神拦住 我说很难说 一件事情成就 有的时候 譬如说神对以利的两个儿子 让他们尽量的犯法 尽量的犯罪 而没有受到处罚 诗诗句说 因为耶和华想要杀这两个人 神有的时候让恶人的道路很顺利 神有的时候让基督徒的道路 屡屡屡受到拦住 不一定的 我们只能凭着信心 求主带领我们往前面走 耶和华的手 耶和华伸手攻击我 我们求神光照 我做错了什么没有 但是也不要太多的自省 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在反省我们 我们是一天到晚在多认识上帝 各位把你的眼目 多放在耶稣的身上 反省不是不对 但是也不要看太多 总之看耶稣是比什么都重要 把你的眼目放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使我们得安慰 耶和华伸手攻击我 两个儿父 又放声而哭 偶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 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你 嗯 路德记其实有一个非常 我很喜欢的地方 就路德记里面没有坏人 没有坏人 路德记里 只有两个不够好的人 两个好人但是不够好 可惜了 尔尔巴是一个 他们致敬的亲属是一个 那两个人 这两个人都是好人 但是不够好 可惜了 尔尔米要他的 两个媳妇回去 因为他知道 他真知道 他真的有爱心也有智慧 尔尔米很聪明 他真是很有智慧 当然我们人的聪明智慧 能力爱心 什么都成就不了事情 真的只有仰望我们的主 尔尔米知道自己爱这两个孩子 这两个女人 所以这两个女人要跟着她 但是女人的幸福 不在于有好婆婆 女人的幸福在于有好丈夫 媳妇啊 你们两个跟着我 就没有丈夫了 想一想啊 不要因为我对你们太好 你们就以为一定要跟着我 不不不不 我不是你们的丈夫 跟着我就没有丈夫了 有男人喜欢他们 看到后面还要养这个老太太 算了算了 你们是不是熟悉圣经 知道圣经里的一个规矩 圣经里有个规矩 我们中国以前也有中法制度里面的 胸中地脊 有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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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生孩子 那哥哥就死了 这时候 弟弟 要娶嫂子 生下来的孩子 有一个要归在哥哥的名下 这个跟性 什么都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纯粹是要保护哥哥的家产 那么圣经里这个故事还有 你们大概也知道 犹大跟塔玛的事 那阿米现在就说了 你们不要搞错了 跟着我 没有男人要你们的 你们就没有婚姻了 你们是不是还想到一个制度 这个制度是胸中地脊 这个制度就是 今天我能帮你们生两个孩子 将来成为你们的丈夫 媳妇啊 这不可能 这需要几大神迹一起配合 第一个神迹 有一个男人看上我这个老太婆了 而且 今天就娶我 而且 今天就怀孕 而且怀的是男的 而且怀的是双胞胎 这已经五个神迹了 而且第六个神迹 这两个双胞胎男孩子 长大了 他们还愿意娶你们 你们还愿意嫁他们 六大神迹加起来 就是不可能 我的儿啊 我今天晚上就有一个丈夫 就生孩子 你们能等吗 二二八被劝醒了 哦 是哦 婆婆是好 但是我跟着她 我没有丈夫了 还有什么比丈夫更重要的 我实在是想不到这句话 路德 舍不得拿尔米 各位我不是挑拨婆媳之间的感情 如果你跟你婆婆媳妇 主 处得很好 感谢主 但是 如果有一天婆婆到媳妇家里 住了三个月 住得很平安 然后和平快乐的 要走了 当婆婆说 我走了 我要走了 媳妇大概很正常的都是 松了一口气 哦 有哪一个媳妇听到婆婆说 媳妇我要走了 这个媳妇抱住婆婆 哭着说 婆婆你不要走 我不知道有哪一个 居然路德 圣经上说 舍不得 我再问一次 拿尔米有什么东西 有钱有事 有权 跟着她有幸福快乐 都没有 她有爱 阿尔巴与婆婆亲嘴 中文加了 而别两个字 可是原文没有而别 一定是离开了 但是我想她要表达的是 阿尔巴与婆婆亲嘴 而亲嘴呢 很不幸在圣经里面 这个圣洁的 这个深厚感情的动作 是犹大卖主的记号 鸭沙龙跟她父亲和好也有亲嘴 但恐怕也是虚假的 这里阿尔巴跟拿尔米的亲嘴 可能是真实的 但是她考虑到 她的考虑 她觉得自己的婚姻还是最重要 她就离开了 我觉得重点在讲 她实在很爱 拿尔米 但是她离开了 路德记里面有一幅很有名的话 就是十岁 你们可能都看过 路德记里其实还有一幅画 没有那么有名 就是在摩押和以色列的边界 拿尔米这个老太太 对年轻的路德指着 阿尔巴的背影 说看啊你的嫂子 意思是劝路德也回去 拿尔米对路德说 拿尔米说看啊 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 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 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 再一次拿尔米给路德自由 路德说 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 你往哪里去 我也往哪里去 拿尔米在劝路德不要跟她 各位如果有人要跟我 有人要跟随我 如果有人要学我 我还真不知道我应该劝他 你不要来学我 我不可学 我的知识不够好 有人比我更懂圣经 我的道德不够好 那个人比较更好 我有时候就很害怕 我的儿子在教会里 在家里从小看到我的真实念 我能够被他看到吗 他幸好不能看到我的心 幸好你们也不能看到我的心 我的心能够被人看到吗 你的心能够被人看到吗 那么 拿尔米跟路德是朝夕相处 路德看到拿尔米 路德要跟随拿尔米 拿尔米说 你回去 路德说不要催我 耶稣也说过类似的话 事实上耶稣好像说过好多次 有人要跟随耶稣 耶稣拒绝了 有用婉拒的方式 天空的飞鸟有窝 地上的狐狸有洞 人只没有枕头的地方 有人要跟随他 路加福音说有极多的人跟随耶稣 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 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 妻子儿女就不配做我的门徒 有人要到耶稣面前 不一定是跟随他 而是有求于他 夫子可怜我的女儿被鬼附 耶稣不理他 可怜我 耶稣说你是狗 不要拿儿女的饼给狗吃 各位耶稣常常设下很多的障碍 叫我们不要跟随他 你有没有被这些障碍 被我们主所设立的障碍打动 我不要跟随你了 你摆什么臭架子嘛 你不依我的女儿就不依了嘛 你说这种难听的话 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 你知道那个江南夫人说什么 主啊 不错 我是狗 狗也吃桌上倒还屑屑 了不起的信心 不要让任何东西 包括主耶稣讲的话 妨碍你跟随主 主不主喜欢我们都跟随他 但是我们要看到他的宝贵 拿米在这里当然不是在考验路德 他是诚实的说你离开我 跟我在一起你很辛苦的 路德说不要催我 我一定要跟随你 你往哪里去 我也往哪里去 你在哪里住宿 我也在哪里住宿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在哪里死 我也在那里死 也葬在那里 除非死能使你我乡里 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伐于我 哇 我有一次看那个一个老电影 暴君粉尘露 是讲基督徒受尼罗逼迫的时候 被丢在尸子丢在竞技场的时候 那个情形 有两个罗马官 看到那个基督徒在竞技场被狮子被野兽吃掉 但是仍然坚持信靠耶稣 他们的儿女死在他们面前 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否认耶稣大家都可以活下去 他们不否认耶稣 他们很坚定的被吃掉了 这两个罗马官在讲 有一个就说 我一直听说基督徒是很温柔的 我不知道他们这么顽固耶 我一直以为基督徒是很谦和的 我不知道他们这么骄傲耶 各位说的真的很对 路德很可怜 他是一个磨牙人 他是一个寡妇 他将要经历的会更可怜 他要到以色列去 以色列看不起磨牙人 磨牙的人 时代也不能进到圣殿去 磨牙是乱了人生的 他要去那个地方 非常排外 他为什么要受这个苦 他回到他自己的国家 自己的风俗习惯 自己的神那里都比较方便 他为什么要跟去 我们再问 拿尔米有什么东西给他 没有 拿尔米有爱 那就够了 有爱 人就来跟随 我们没有钱 我们有上帝的爱 我们有上帝的道 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 我们就活得有力量 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 恳求主让我们 真是罪恶的世界里面 罪恶的人 罪恶的口舌 罪恶的手脚 罪恶的心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我是如此 每个人都如此 我们也谢谢你 为什么这么多邪恶的人 你居然还是爱我们 主 为什么我们这么得罪你 得罪到把你的儿子都杀了 你还是这么爱我们 主因为你给我们的爱 因为你奇妙的爱 因为耶稣十字架上的爱 在这一切事上 我们得胜有余了 我们求主帮助 我们是在听一些 前人的见证 很动听 但是我们不是要听而已 我们要看到 我们跟亚伯拉罕 跟路德跟拿尔米 一样活在堕落的世界 但我们更是一样活在 上帝的慈爱与怜悯中 我们感谢你 加添我们的信心 加添我们的盼望 加添我们对你的认识 把你的爱 丰丰富富地浇灌下来 感谢主 奉耶稣的名道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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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不是说 你把这个东西放射 感谢观看